我是做梦都没有想到 把一碗面粉倒入滚烫的开水中 出锅就是一道让人无法抗拒的美食 武汉有一位大爷就靠这个手艺 一年的时间就在城里买了三套房 排队的人都络绎不绝 吃过的人都赞不绝口 马上快要过年了 学会之后可以在年夜饭上露一手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大碗 往里面倒入两碗清水 大概850毫升左右 然后另外准备一个大盘子 往里面放入一斤的面粉 把刚才准备好的清水直接倒入锅中 放入一勺白砂糖 大概20克左右 再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铲子把白糖搅拌融化 水开之后 把面粉慢慢的倒入锅中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 让面团快速的吸饱水分 把面粉倒入开水中 主要是把面粉给它烫熟 这样做出来的成品口感才会更好 一直把面团搅拌到没有干面粉颗粒 然后把它取出来放到揉面垫上 用我勤劳的小手把面团给它铺开 让面团快速的晾凉 晾凉之后把面团揉在一起 这一步大家可以多揉一会 把面团揉到光滑有弹性 揉好之后把面团按扁 往里面撒上一些干面粉 再加入20克的食用油 继续把面团给它揉均匀 这也相当于是加了油酥 做出来的成品口感更加的酥脆 揉均匀之后整理成型 盖上保鲜膜饧面20分钟 趁这个时间准备一个小碗 往里面放两勺红糖 再加入一勺面粉 一勺黑黑的白芝麻 用勺子给它搅拌均匀备用 20分钟之后 我们的面团已经饧好了 不用揉面 直接用双手给它搓成长条 再用刮板或者是刀 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每个小剂子大概30克左右 取两个小剂子 像我这样 双手给它揉成一个圆形 再把面剂子 给它按压成一个小窝窝的形状 放上调好的馅料 馅料也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放上 自己喜欢吃的 然后像视频中这样将口收起来捏紧式 再按压成圆饼的形状就可以了 全部做完以后 放入菜板上备用 下面准备家里常用的锅 倒入我家常用的调和油 油温大概烧到五成热 140度左右 放入做好的生胚 朋友们 我每天都在用新的浇做菜 有的人喜欢默默的看视频 但是他会双击给个红心鼓励一下 这样的人最善良了 一定能够幸福发大财 炸到飘起来之后 咱们用一双黑色的筷子 不停地给它翻面 炸到八面金黄酥脆 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刚一出锅 我家三个女儿都抢着吃 这个小吃相信很多80后都吃过 它也是我们家乡的一道特色美食 炸糖糕 现在外面卖一块钱一个 口感吃起来外酥里糯 香甜可口 深受大人小孩的喜爱 马上快要过年了 年夜饭的餐桌上 可以安排上这道小点心 非常的好吃过瘾哦 点击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家常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月后